看到發生大火在臺中西區的中華路 跟民生路口 這是一棟鑄商混合大樓 在凌晨一點多發生了大火 起火點是在一樓的音響店 還好消防單位迅速趕到現場控制火勢 只有一位住戶受到嗆傷 濃濃黑煙不斷從火場竄出 消防隊員緊急滅火 臺中市西區中華路與民生路口附近 一棟鑄商混合大樓 凌晨一點多突然竄出火苗 由於火勢又急又猛 從消防隊員到散後 立刻鋸開鐵門進入火炸 消防隊員貨爆現場已經全面燃燒 由於起火點 一樓音響店與二樓有隔間夾城 火勢迅速向上延燒 大樓火災緊鄰大座 樓上住戶紛紛下樓逃命 起火點一樓音響店內堆滿了音箱 本易燃物 火勢來的右股 快又急 幸好只有造成女巫主嗆傷 沒有其他人員傷亡 至於起火原因燃燒面積還有財務損失 還要後續調查釐清 記者許凱迪 台東報道